歡迎打開Ruby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BreadStatus 人生勝利主 由搖滾教師的編劇Mike White 導演以及編劇 同時他在當中也客串了一個很好笑的角色 喜劇天王班斯蒂勒 Ben Steeler 跟Austin Abernens主演 我一直都不是班斯蒂勒的粉絲 他的招牌倒霉一樣 讓我就是沒有辦法很喜歡他 但我也沒有到討厭他 或去不看他的電影 門當副不對、鐵籃躲壁球等等 我都看得很開心 我身邊有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歡 他之前的那部《白日夢冒險亡》 但是我看完之後還是不喜歡他 也不喜歡那部電影 這部人生勝利主則相當特別的 從一開始就讓我喜歡上這個演員 看預告的時候 我以為他是一部以父子之間的對手戲 為主體的電影 開演後才完全發現是 班斯蒂勒 One Man Show 沈蘇西的重點都在他身上 而且非常適合他那個招牌的 挖苦自己的喜劇風格 對我來說 這個47歲的中年大叔 可以說是他演過最精彩的角色 也是我看過他最棒的表演 從一開場 劇本就不是一個世界觀的介紹 而是主角一個人在床上的碎碎念 雖然說這部電影 還是有一個爸爸要帶著兒子 一起出門旅行 去看他想要選的大學的一個劇情 不過更重要的劇情 都發生在這個主角腦中的 胡思亂想 自言自語 以及妄想 整部電影最精彩的部分 就是他呈現出來這個主角的 中年焦慮 班斯蒂勒最棒的地方 就是把這個焦慮 毫不誇張 毫不掩飾地表演出來 以及這個焦慮所帶來的迷惘 不停地在當中打轉著 一下子出來 一下子又進去 雖然說這個故事的主角 是一個47歲大叔 而且在講他的中年焦慮 但我想一般年輕的觀眾 一定也看得懂 或者也可以感同身受 因為這個焦慮完全就是從社交網路上面 所帶來的比較心態衍生出來的 英文片名 Bread Status 指的就是我們在臉書上面 所發表的那些動態 藉由別人在臉書上面發的動態 不斷地在比較 別人跟自己的生活狀態 以及目前為止的人生成就 我為什麼不在那裡 我為什麼沒有那個東西 如果沒有即時制止的話 焦慮就會這樣子一直不斷地燃燒下去 這個心理 這個問題 真的是現代人每一天都必須要經過的一個試煉 但如果你是一個比較成熟的觀眾的話 你應該就可以體會到更多這個主角的內心感受 看著長大的兒子 要進入到這個世界 更可以感受到自己要吃去的那個青春 以及年輕時的鬥志 飾演兒子的 Austin Averance 和 Ben Stiller 搭配起來的化學作用 我個人是蠻喜歡的 他跟帶著自己喜劇風格的 Ben Stiller 很不一樣 他用很自然的反應幫這個電影調和出一個比較寫實的痛調 也很真實的看見他對一個這樣子的爸爸所擁有的感情 我個人很享受這部電影 他跟去年的海邊曼車斯特一樣 都是用一個小小的故事 讓我們看見一個主角的內心世界 這樣子的電影我都還蠻喜歡的 而且同樣都是亞馬遜 Amazon 出品 但兩者的風格還是截然不同 海邊的曼車斯特還是極度的抑鬱和憂傷 而人生勝利主是一個比較詭諧幽默的自我質問 兩部電影我都覺得很不錯 但是如果你對一個中年男子的內心世界沒有什麼興趣的話 我想你可能就比較不適合這部電影 但我想應該這樣的話你也不會點到這部影片來 也不會看到這裡 總之我推薦這部電影給喜歡班斯提勒 或者是喜歡一個幽默的喜劇小品的觀眾們 人生勝利主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是的各位大家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我現在沒有在我平常拍攝的地方 但我又非常想要介紹這部電影給大家 那我現在人在大陸的台州這個地方 所以我現在在飯店裡面拍片 第一次在外面拍片 希望不會影響你們看這部影片之後的感受 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並且分享給你的好朋友們 並且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的話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一下那個小鈴鐺 你有任何的意見或是想法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喜歡的電影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